同為佛教徒的女同志黃美瑜跟尤雅婷 今天結婚了 他們也舉行了全國首場 同志佛化婚禮 不同於有宗教團體認為同志是罪惡 證婚人施照會法師就表示 佛教講的是眾生平等 所以也給這對新人祝福 兩位新娘穿著白紗走進會場 這場婚禮主角是女同志黃美瑜跟尤雅婷 他們交往七年決定共度一生 因為兩個人都是虔誠的佛教徒 所以決定舉辦佛化婚禮 請示照會法師主持 法師也一口答應 因為佛教講眾生平等 因此尊重主體對婚姻的選擇 但是兩個女生要結婚 雙方家長一開始不能接受 經過美瑜和雅婷的努力 最後雙方家長也以多了個女兒 給這段婚姻祝福 不過面對媒體還是有壓力 因此今天並沒有出席 那我爸爸也告訴他說 就是他就是我們家的另外一個女兒 那原本他們是答應要出席這場婚禮 那只是說每個人準備讓自己曝光的程度 其實是不一樣的 而剛失去愛女的藝人朱慧珍 則是以彩虹媽媽的身份來參加 給這對勇敢的孩子最深的祝福 在莊嚴的佛金聲中 還有眾人的祝福下 兩個人交換佛珠當信物 也在結婚證書上蓋下印章 相許要互相扶持一輩子 兩個人也寫信給馬總統 希望國家能看見多元家庭的存在 立法保障同性婚姻 記者 賴正元 SNG小組 桃園報導